再来看到在印尼 民众如果想要参与志工活动 可以加入印尼志工组织 由于活动资讯是透过网站分享 所以成员以年轻人为主 有学生或者是各行各业人士 茨姨志工在南亚加达的佛光学校 举办了环保宣导活动时 就有24位成员参加 实作的过程当中 他们更能够体会环保精神 在印尼想参加志工活动的民众 可以加入印尼志工组织 有志一同 此季在佛光学校举办的环保宣导 有24人也来观摩 我们想要资讯给他们 说这些活动不仅是最后的活动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 inspiras 与看各种活动的活动 与成员成员成员 用勿命减少垃圾量 还要回收资源分类再造 清静在源头 在家里面是用水泡 但不像这些 而我认为这些活动 这将会帮助效果 尤其是给自己自己的 而公共也帮助其他人 因为在水泡 开始由自己自己的 然后我们可以帮助其他人 帮助水泡 从事网路工程的阿努格拉 希望在工作之余 创造生活另一种意义 还在共读公共关系的大学生 在美国曾有徒步捡垃圾的经验 年轻是印尼志工组织的特色 能够共知共事共行 环境就有希望 大爱新闻系晚评 周玉发印尼报道